《秋慶不守》 秋慶不守 唐代 刀斧 玉露吊上 風書嵐 無散無合 氣消心 降間波浪 兼天蓉 蔡上風溫 接地淫 充谷 涼害 他日淚 故咒一係 故怨心 寒意處處 吹刀赤 白低誠告 急無暫 其日 寫眼前的秋色 興起 新西飄零之感 是全首詩的提降 我們來解釋一下 風樹在深秋露水的侵俗下 逐漸凋零 無山和無俠 也籠罩在 消失陰森的迷霧中 無俠裏面 波浪 波浪 吐田 上空的烏雲 則像是 要壓倒 地面上來刺的 天地 一片 陰沉 化害 化樂 已成兩在 看著盛開的花 想到兩年未曾回家 就不免傷心 落淚 小船 還係在岸邊 雖然 我不能冬季 飄零在外的我 心卻長係故願 又在趕製冬天 寒雨的衣服了 白低誠上 屠製寒衣的針性 一陣僅次一陣 看來有一年過去了 我對故鄉的思念 也越加盈頌 越加深沉 盈頌深沉 想家了